零以三呀 法国居然赢了 欧盘林开场之前调整了赔率 罗纳尔多林上场之前 实务重击 太黑了 这假球啊 你说呢 反正我是不赌球 管他呢 打你麻将吧 你来替我打 换手如换刀 就当提前给孩子拍照 监儿哥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怎么个意思啊 帮我鸽子 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你忙什么忙 哪次让你白出力了 给我玩这一处 监儿哥 我给警方提供线索 可不是为了钱啊 我是为了进公民的义务 配合警方维护社会治安啊 你还少给我扯淡 我给警方提供线索 二冬子的事儿 街面上可都传遍了 他那些手下可不是吃闲饭的 现在谁还敢给您地心啊 混不混来 请老虎 算我认识你 不是 监儿哥 您就饶了我吧 我可听说 潘大林和范长彪那些人 到处嚷嚷着 要给二冬子莫仇呢 你自己也小心一点 我会怕他们 一帮索脆 我的妈呀 十万块钱啊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小金哥给的 你替他干什么了 他给你这么多钱 给你钱干的活差不多了 你们这些干吗呀 反正啊 跟他混 我肯定能够出人头地 你彪哥以后我就厉害了 我就有钱了 我就发了呢 你要 快快快 咱几万块钱出来 你取那么多钱出来干吗 数啊 你数过这么多钱吗 你们投资的那些企业 你都了解吗 你呀 应该亲自实地去考察一下 不要光看项目书和报表 放心 我知道 下一步我就会去做深入考察的 还有 你们那个年化收益率百分之十二 是不是太高了 能赚回来吗 我们公司的投资配置还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这个回报率不算什么 等到时候公司规模大了 也许还会适当提升呢 是啊 十二不算高 二班员的老李头 他买的那个理财 年化都到了十四 他那也不靠谱 等赔了你就晚了 爸 什么叫乙啊 合着您的意思 就是觉得静怡的项目不靠谱呗 刚才不都给您解释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不是怕出现问题吗 毕竟涉及的资金量不小 我知道 隋叔叔放心吧 现在啊是互联网时代 但那本老皇帝也算星座运时 不灵喽 你这是什么话 我这不是关心静怡吗 现在社会这么复杂 她又刚毕业 我怕她被坏人给利用了 你们警察 是不是看谁都像坏人 您还记得上次关心静怡 捅了什么娄子吗 我来提醒一下啊 小卡片事件 玉玉 玉 什么小卡片事件啊 没什么没什么 那是个误会 总之呢 静怡的事业刚起步 瞧这一盆一盆的冷水泼的 感觉不泼灭不罢羞似的 静怡好歹是 美国学金融回来 只会比您懂得多 不会比您懂得少 得 得 得 我呀 就是善意地提醒 可不是什么泼冷水 静怡 刚才说的那些话 别往心里去 没事没事 崔叔叔 我知道您是搞竞争的嘛 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我会注意的了 好 静怡 这个经济啊金融啊什么的 我不太懂啊 但叔叔呢想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可是一把手了 这个签字盖章啊 你得多留点心眼 现在不是手机特方便嘛 该拍照的时候就得拍照 给自己留个记录 我知道 谢谢潘叔叔 来吧 咱们一起 敬静怡一杯 嗯 这个小静怡现在是夏总了 是 祝你这事业啊一帆风顺 大展宏图 哎 老徐啊 你别光说不练 得有点实际行动 静怡过两天 你们地融宝的产品啊 我要买一些 要用实际行动 来支持自家人的买卖 行 我支持 可我没多少钱 有多少钱买多少 你别嫌我钱少就行 来 来 我敬大家 来来来 敬大家 来来来 我的天 太多钱了 你见我这么多钱吗 彪子哥 彪子哥 你能不能 不跟晓晴混在一块儿了呀 怎么了 这董苦那车祸 是他自己报胎弄的 跟晓晴哥没关系啊 再说了 你不是也不喜欢那二十多年 没关系你的爹吗 可是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 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你到底帮他干什么了 他给你这么多钱 这样 等我赚过了一百万 我就不跟他混了 一百万啊 那得很久吧 一百万不久 晓晴哥特别大碗 我跟你讲 很快咱们就会有一百万了 等到时候 咱们去你老家 开个米粉店 你当老板娘 我当甩手掌柜 对 可是我总觉得 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 会突然消失不见 不会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永远不会 我们第一波宣传呢 主要是以互联网广告 和电视广告为主 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 投放当天二十四小时之内 就增加了二十万投资人 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目前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 下一步我们的投放主要放在 户外广告和影院广告上 本月完成一千万的额度 应该不成问题的 行了 行了 以后下班之前呢 把数据通不给我 当然还有夏总 好的 走吧 谢谢啊 不客气 我跟你说啊 明天啊 我把那个报告叫 等一天 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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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你好 你好 我们投资的那些中小企业 目前有哪些是需要过会的 您看啊 目前呢 我们第一批呢 投资项目啊 定位在短期回报的 互联网行业 是以电商呢 和网络自媒体为主 预计收益期啊 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内 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好 您看这里啊 这个第一件呢 叫做万集一全的 互联网短视频公司 孙总 以后这种小项目 就不要占用夏总时间了 只向夏总汇报 实体产业高龙的项目就可以了 明白吗 明白 谢谢 好 赵总 咱们是不是每一家 都要去实体考察一下 你出来我跟你说 姐 是这样啊 董事长呢 把公司叫到咱俩熟里 但是也是有分工的吧 虽然你是首席 但你主要负责了募资 宣传和公司的日常运营 投资这个部分呢 我比你熟悉 比你有经验 所以呢 交给我来负责 不过在重大项目上呢 董事长也会参与评估 当然 你有权利过问 我也有义务向你汇报 投资这一块 确实是你比我有经验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实地考察和调研真的很重要 免得被一些做表面文章的公司 给骗了 你可真逗 我能不知道吗 就别操这心了 对了 刚刚说到互联网创业公司 我有个朋友刚刚创业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得到咱们的天使融资 回头 我让他做一份商业计划书 你给评估一下 好啊 当然可以 你的朋友吧 我肯定会特别照顾 赵总 我就是怕你特别照顾 你可千万别看在我的面子上 开什么后门啊 这样风气就歪了 我就是想让你客观地评估一下 能投不能投 咱就让你规矩来 好 真好 静怡 我就是欣赏你这样的态度 啥 融资 我不需要 你傻呀 现在哪家创业公司不需要融资啊 你知道融资咱能干多少事吗 能干啥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咱们在动漫圈的影响力 在慢慢扩大 业务上也越来越好 有了这笔钱之后 你可以做新产品 铺渠道做宣传 你现在这里是小作坊模式 等融资之后 你的业务就是几何级数增长 就是啊 更重要的是咱们要是有了钱啊 就能买更好的动漫周边做开发了 你啊 就是在那个老杂志社呆傻了 观念太落伍了 你就该去学企业管理 咱不能一辈子做个小作坊 行了吧你 赶紧拍你的照片 跟你懂似的 那个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给你开后门啊 你会那么做吗 总之你事业当起步 我不想因为这个 被别人说三道四 影响不好 我呢是今天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 来我们公司融资 我才想起你来的 你放心 我们公司的投资都不归我管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存在开后门 不归你管 你不是首席吗 那也是有分工的呀 你呢 就好好做一份商业计划书 我来给你参谋参谋 到时候我们走正常流程 我是真的看好你我才推荐你的 真的 你想啊到时候呢 你的工作室扩大了 然后我们公司也挣钱了 投资者也有回报 多赢的事对吧 你就别多虑了 我想想吧 你想什么呀 你想那明白吗 我和你一起弄 我说你顺风耳啊 赶紧拍你的照吧 行行行 陈队您好 吴亮 吴亮您好 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缴获的新一批的毒品 这种毒品呢 根据汕州警方提供的线索 这批名叫雪片的新型冰毒 是通过汕州入境 毒源在东南亚地区 宋小刚一死 雪片在平安市的线索中断 但是 只要还有一粒雪片 留存在平安市 我们就要想方设法 把它挖出来 顺藤摸瓜 找出毒源 端掉整个判毒网络 小李 你说慢点 宋小刚怎么死的 大背头有办案了吗 潘江凯 妈 怎么了 没你的事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我这儿有事先挂了 出去说 怎么了这是 爸 拿下 关门 合同都寄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签呢 等 等 等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郑光明这破嘴 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人家要是不说 我还不知道呢 不是 老婆 你可能不知道啊 我们警察辞职呢 需要手续的 得层层上报 支队审核 人事审核 领导审批 你以为跟那民营企业似的 拍拍屁股 就可以走人了 那你抱上去了吗 我当然抱上去了 你就踏踏实等信吧 还有一个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签吗 我现在关系还在局里头呢 我这要是一签 那就犯错误了 对人家公司来说 这算违约 弄不好还得赔钱呢 是这么回事啊 对 我看婷婷这两天状态挺好的 下星期复查是吧 希望咱们家婷婷能够彻底痊愈 咱们家也算是渡过难关了 你可别觉得婷婷的病好了 你就能不换工作了 不能不能 我明天就在局里去问问这事 我看他们办到哪一步了 我得催催他们 你说说你 现在翅膀硬朗 不在家住也就算了 连饭都不吃 他不是按点下班吗 我赶紧收拾完就走 能少见一面就少见一面 省得又被挨骂 儿子 听我说 其实你爸爸挺关心你的 那天 我看他偷偷地在看你的直播呢 我都不知道他藏哪能来的 他哪是关心我 是挑我毛病呢 我还不知道他 你不能这么说你爸 妈呀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我不爽喽 就因为没有按照他的医院填报公安大学 可我那志愿也不是我填的呀 是您让我学的新闻 他呀 拗不过您 就赖在我头上 现在呀 我谁都不听了 我不会一直按照你们的意愿活着 您说是不是 回来得挺早 回来了 爸 妈 我走了啊 别走啊 吃完饭再走 我不吃了 等等 等等 我这装子啊 不用 妈 我有钱 我可养活自己 真的 这孩子 我走了 爸 我走了啊 他回来干吗 这不拿东西吗 饭都不吃 你瞅瞅你 脸拉那么长 他害怕还来不及呢 还敢留在这儿吃饭 吃不吃 我还就不惯着他 反正我知道他老潮 哪天给我惹火了我给他端了 你不许胡来 开源聚裁零风险 地容宝 给你一个未来 这不是静怡吗 还挺漂亮 像个大明星 你说他哪天 要是火了 会不会看不上咱儿子 零八点 开源聚裁零风险 地容宝 给你一个未来 各基层派出所专项扫读工作汇总 没发现血片的踪迹 宋小刚一死 血片在平安市也就销声匿迹了 崔师傅 你还坚持他背后有人的看法啊 不应该啊 挖井啊 深了挖这没错 但明明知道没有水 还要接着挖 那可就是钻牛角尖了 背头 发现血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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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 上车 我才不上呢 我一上你们车呜呜又开走了 找到血片了快 行了吧 拿血片骗我 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走走不走不走 我们真走了啊 天天拿我开转有劲吗你们 天天拿我开转有劲吗你们 好玩吗 好 跟这帮人一照眼就觉得不对劲 两男两女 那女的一看就是那个 四人一进屋就把玻璃贴上了 我留了个心眼 跟服务员换了这衣服 进去假装送酒 我就看见桌子上放了贵哥上次 跟我说的那玩意儿 叫什么来着 雪 雪花 雪片 对 雪片 雪花是啤酒 我当时就让板队长打了10 我呢就给棍儿和打了电话 到了 就这位 市局呢 毒品谁带来的 就是他 戴风 这个借用一下 快点啊 快点啊 老李 上车 晚饭 五分钟 十分钟 谁赢了 必然是我呀 你 很紧张 说正事 楠师傅 你们先回吧 这小子联系了他的上千区取货 跑趟西交 行啊 这效率 来 回头 你对我也太没信心了 这小子一看就是生瓜蛋子 还用得了十分钟 还是棍子了解我 嗨 我不就是为了找机会 请你们吃顿晚饭吗 哦 是这样啊 那可得好好宰宰宰你 快点 下车 走 先生 你们来看房了 啊 do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天龙号花园 就在那一片大概 什么价钱 现在就是五万一瓶 五万 又降了吗 比去年是降了一些 您是买房吗 对对对 我们家四口人 四口人 对对对 这是我孩子 你要给我们接下来大伙行 大伙行 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两个 行行行 这儿我大哥 抬发货 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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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谢谢了 好 有多少啊 有多少 最近比较缺货 但是这点问题不大 先看看品项 都是自家兄弟 实话实说 最新的品种 疯子长过 应该知道 雪片 有 庞家 去哪儿啊 里头宽敞 坐了下 到这儿 虎哥 人到齐了 我 勿讯自己的 走 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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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坐 都坐这 坐坐坐坐 明天 咱们虎威公司就算是 关门了 大家信得过我董虎 跟了我一场 我谢谢大家 是 是我董虎没本事 不能带着你们 继续朝前奔了 这点钱 是我当大哥的一点心意 你们都必须给我拿着 以前我董虎 做得到不到的地方 大家都包涵 以后 你们要还能想得起你虎哥 就发个信息 打个电话 咱聊聊天 要是你们遇上什么难事 还可以来找我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我董虎 一定尽力而为 最后我就 给大家鞠个躬 谢谢大家 哭什么哭 大老爷们的 我最烦这个啊 不许哭 都是江湖儿女 咱们江湖上再见 虎哥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我铁销还跟着你干 对 虎哥 我也跟着你干 到哪儿 我们到哪儿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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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跟老邦菜干什么呀 养活不起你们了 老了 什么事都赶不上趟了 玩不转了 现在的世界是你们的了啊 不过有个事 我还是希望你们都给我记在心里 也算是我董虎的临别赠言 那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 不管干什么事 别丢了两个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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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很多人啊 都拜关公 其实拜的就是 这两个字 虎哥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大伙 散了吧 虎哥 我们不耐务钱 虎哥 你再拿我们都跟你干 我们就跟你干 虎哥 我还在那里 行啊 你先叫虎哥吧 下来 丁秋 拿上钱 下去给大伙儿混了吧 走吧 走吧 走 走吧 虎哥 谢谢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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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盛容啊 你留下 还有什么吩咐吗 虎哥 盛容啊 这帮兄弟里 就你和铁桥跟得我最久 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所以呢 我不能亏待了你们两个 铁桥那边我就安排好了 我把大符号 我把大符号KTV留给他了 我把大符号KTV留给他了 你这边呢 我也得有个交代 来 我想啊 把这个 威武神酒楼 交给你 虎哥 听我说完 酒楼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只要你能够细心地打理 一年弄个百八十万的不成问题 虎哥 我替您打理这都没问题 您这样 我实在是受不起了 我早就都想好了 你就别再推辞了 对了 还有个事 你得继续帮我盯着 我知道 老师 找小雪 放心吧 我会继续派人找的 兄弟 你也知道 这些年呢 我又有点积蓄 找到小雪之后呢 我还想把她带回老家 做个小买卖 踏踏实实地 过我的退休生活 没什么事你也走吧 咱们走吧 我 我 我 而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马上就要搭干一场了 是得把这些臭鱼烂箱 收拾收拾干净 叫人去把东户手里的东西 拿回来 还有啊 你手上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都停下来吧 不要因小失大 别忘了 咱们可是要做大事的 明白 还做饭吗 好 够了 吃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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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包子馄饨面条 还有凉皮 来个馄饨吧 好嘞 老板 这儿 是永正街吗 是啊 刚才进来之前啊 玩玩看了看 变了 都变了 也就那铁道口没变的 知道吗 我在这儿啊 练过地摊 要说这话 可是有些年头了 可不是吗 得有二十多 得快三十年了 那会儿没这屋 我就在这儿练的摊 那会儿我卖服装 皮鞋 皮包 二手手机 反而什么赚钱我就捣腾上吧 那会儿真够累的 我也不觉得苦啊 这一天天的只要赚点钱 吃口饱饭 挺美 来啦 那后来呢 后来啊 我就跟人学着占地盘 也是为了活着 再后来呢 我就去搞拆迁 最后跟一大老板 想跟人去学学搞金融 那儿成想啊 人家啊 就是让我去帮他们讨讨账 跟以前占地盘 搞拆迁也没什么两样 就是听着好听点 其实我这些年啊 心里老不踏实 我还养过几只 有浪狗 看着挺可怜的 我就给抱回家了 养一只死一只 为什么呀这是 为什么呀这是 对他们挺好的 我也不坏呀 我也想学好啊 做正道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想得挺好啊 想走正道 你 你正得了吗你 不有那么句话吗 十只好里没有这千里 你起步就走歪了 以后会越走越歪 说得挺轻巧啊 那想走正道就能走正道了 凭什么呀 你还记得赵小刚吧 你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小刚炮 小刚 那些年 他跟着你们搞拆迁 不知道谁 让他从房顶上往下扔砖头 结果呢 从上门摔下来摔断了腰椎 成了摊子 这一摊就是二十年 您是 东虎 你能救账 自打你进了门我就认出了你 赵小刚是我儿子 那小刚他 他还活着 不过 我宁愿他死了 东虎 我送给你一句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会到 我儿子做了孽 遭了报应 那是他活该 你呀 也跑不了 吃吧 都凉了 放心 没跟你下毒 我请大家听见 在三蛋 那油 就不信 我不管是 我保存了 我就是 那美金 要 不是 导 我 让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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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坐着 谁干的 还有上回那帮兔崽子 带了十几个人 进来就动手 把这电脑主机全拆走了 还有一个戴眼镜的 一直在那捣鼓电脑 还问了什么录像的事 跟我玩这一手 天桥 让手底下的弟兄们 都小心点 反正公司也散了 都出去躲躲 还没动手 解开 先生 櫃子是你的吗 别跑 快点 站住 别跑 别跑 各单位注意 一会儿目标出现以后 不要在饭馆里行动 以免惊扰到群众 等人出来了再抓 来 警察同志 吃点什么 五份回锅肉改饭 打包 可以 两份不要辣椒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咱俩吃饱了 那我以前派出所的同事 这不是徐师傅吗 徐师傅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吃口饭 你们也在这儿吃饭 是啊 这不是白日平安得很热吗 从中午到现在 徐师傅 老师连沟水都没有 怎么还跟他们聊上了 赶紧把他们支走啊 你们换个地儿去吃饭 有任务吗 徐师傅 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儿啊 目标出现 目标出现 你往那边 你往那边 前边 小绿 包抄 包抄 好 站住 别动 你干什么 别动 老心啊 来 这是什么 我问你话呢 站住 徐师傅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厉害啊 这呀 是防防网枪 我当巡警的时候 怎么没配过这个 百日平安大跃站 专门给我们配发的 平时啊 都放到车里 没想到今天还派上用场了 这东西厉害啊 我几位 好喝 都放到我 好喝 咱们 eler 你没保抄 你也没保抄 好喝 得太症 你忘记我心里 如果你问我将要去哪里 带着什么目的 穿过黑暗 守一个黎明 总有人想离去 没什么值得可惜 无散不演习 给善良一个结局给自己 一个是你 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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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Zither Harp